永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说明会会议开始 欢迎各位投资先进参加永业科技线上法人说明会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公司的团队李锐荣总经理 大家好 郑世伟财务处长 大家好 参加本次线上法说会 请经营团队与线上投资先进打招呼 大家好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议程 我们就请李锐荣总经理跟郑世伟财务处长 就公司运运及财务状况等内容为各位做报告 欢迎李总经理及郑处长 我想首先财务的部分 先请我们的财务主管 先为各位做一些比较摘要式的一个说明 各位投资先进 大家好 那我这边是永业科技的财务处长 郑世伟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各位投资先进 分享一下我们 永业科技这边 这一次 112年Q3的一些 营运状况 那前半步就由我这边先开始 OK那首先大概一样 跟往常言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112年度第三季的营运成果的报告 再来一部分是产业前景跟看法 部分会由李博这边跟大家 分享一下目前的一些看法 那第三个部分是会把今日 10月1号早上我们这边 开完董事会的一些重要决议这边 摘要式的跟各位投资先进 做个简短的说明 OK那首先这边先进行 第三季的营运成果 财务数字的部分 那这边可以先看到 就是在审议表的部分 那跟各位报告 112年第三季 单季的营业收入是 41280万9千元 那营业毛利的部分 有16571万8千元 那税前净利部分 有8880万8千元 那归属母公司净利 就是税后净利的部分 有7548万7千元 那单季的EPS 基本美股盈余是1.61块 那这个的表现对比 对比我们前一季 就是第二季的一个营收部分 那我们本季跟前一季的 那个比较就是我们 在营收部分有成长14% 那在税后净利的部分的话 有增长了45% 那在对比去年同期的第三季 去年同期第三季 我们是做了 313397万4千元 那税后净利的部分是4834万3千元 那所以对比营收跟获利的部分 同时这边营收这边也增长了24% 那在税后净利的部分也增长56% 那到最后边这个部分是 累积到今年9月底的营业收入的部分 有10亿8451万9千元 那营业毛利的部分是4亿386万9千元 那这边在税后净利的部分是 1亿6907万元 基本每股营与是3.61 那当然对比去年 累积到9月的数字 我们还是差了一些 不过这边已经足迹 这边我们已经好转 那么去年的部分的话 我们跟去年累积到9月底的营收 11亿6233万3千元来比较 我们是衰退减少百分之7 那在税后净利的部分的话 去年累积到9月底是 2亿10万3千元 那是减少百分之16 那去年的EPS是4.2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逐渐从第二季 第三季这边都陆续有改善 那所以在底下简短说明 就是说营运动能的部分 累积到第三季这边 看起来是已经有比第一季 至少比第一季第二季这边 看起来都是持一个正向的 一个方向在走 那毛利率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单季的部分 已经回到40% 那全年这边目前的平均 到累积到9月底 这边是37% 那接下来这一页的话 大概分几个 就是从季的那个营收趋势 这边在左上角这个图来看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Q1这边谷底这边 我们一路Q2Q3的部分的话 自己的营收都是持续往上增长 那在产品的营收比例上面来看的话 变化并没有太大 那大概就是三大 三个主要产品线的部分 大概都还是维持大概 平均大概就是 就是在其他电子群组件 大概就是10%左右这样 那在那个模组跟系统产品 大概25% 那其他的那个占比代 65%就是陶瓷元件的部分 那在季的获利的趋势 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也是足迹这边往上 往上成长到 现在目前季底Q3的部分 那尤其是在 那个税后净利率的部分 也都回到17% 那EPS跟ROE的部分的话 看起来也都是往上成长 这看起来动能上面 还有整个公司的营运改善上面 看起来是 也持一个正向的 一个方向在走 那接下来是资产负债表 我本来就跟各位投资先进 大概报告一下 目前资产负债表的 一些重要会计科目 那目前来讲的话 112年9月30号 季底的那个流动资产的 余额是14亿 14亿零179万3000元 那流动资产的占比是69% 那其中这边比较 科目的金额比较重大的科目 大概就在现金跟月当现金的部分 有2亿3371万8000元 那透过其他中华损益衡量的金融资产部分 2亿1615万6000元 那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金融资产部分 有2亿1610万元 应收票据跟应收账款部分是 进的部分大概现目前是4亿0350万 那存货的进的部分 有3亿2538万5000元 那在非流动资产的部分 它的合计数现在是6亿3286万5000元 那其中这边占比最高 还是我们的不动产厂房设备的部分 有5亿6341万1000元 那在负债面来看的话 我们的流动负债目前是3亿5116万9000元 那非流动负债这边1803万5000元 那整个的我们的负债比 目前占总资产这边18% 那权益的总额目前是16亿6545万4000元 那我们总资产目前累积到 季底这边是20亿3465万8000元 那计算出来的那个美股净值 目前大概是36 那这个接下来这张是现金流量表部分 那也是就一个简单的表格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112年的部分 营业活动的进现金流入部分 是108747000元 那投资活动的进现金流出是 1亿4098万7000元 投资活动进现金流出是 3亿37777000元 那这边汇率变动影响数很小 大概43万5000元 本期的现金及月当现金的 净减少数是3亿6951万2000元 那所以期末我们这边目前的月当现金有2亿3370万8000元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持续改善 那就配合这个公司的营业额 还有我们的获利的状况有上来 这边的整个的现金流量 应该还会再做一些 适度的一些改善 那在财务比例这边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到我们从去年年底 一直到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这边看起来财务比例部分 都是逐渐这边往上往上改善 那财务在占资产的比例刚刚报告过18% 都已经比比前几季这边都都掉下来蛮多的 那长期资金占固定资产的比例 到299% 那流动比例的部分 然后399% 快要接近400 那资产报酬率的部分 11% 那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 13% 那权益率的部分 16% 那基本上 整个的财务比例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就交给 那个我们总经理这边 跟各位投资先进 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对产业前景 跟一些看法 谢谢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 那我想刚刚我们财务主管 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财务的数字 那我们第三季 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第三季 刚刚我做个整个整个Summer一下 我们第三季比第二季 那营收成长了14% 那 这个也比去年的第三季 成长了24% 那主要还是在我们有一些新的产品 跟新的计划的design in 那开始有一些成效出来 然后同时客户端的这个库存的水位 那也在逐步的降低当中 所以我们这一季来看起来的话 我们的营收跟获利 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然后我想大家蛮关心的 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看起来第四季 那看起来整体的市场还是比较保守 那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虽然说客户端的水位库存 是有下降 但是主要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整个的景气 未来的这个看法 大家还是比较保守 然后在通膨 不管是利率 这个利率蛮高的 然后整个的这个物价的通膨等等 那都会造成大家对未来景气的信心度的一个下滑 然后再加上最近有一些战争等等 不确定因素也加大 那我们观察到我们终端的客户来讲的话 他们的这个消费的力道 可能会趋劲比较保守 所以我们有看到订单 趋劲比较slow down一点 所以我们对第四季来讲的话 我们的认为第四季的营收 那虽然说前面我们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第三季比第二季好 但是第四季来讲 我们目前的看法是去保守 那我们整个团队 那整个公司竞争力都还在 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景气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持续在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那基本上就是持续的开发我们的新产品跟新技术 同时我们深入 更深耕我们重要客户群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 让公司的这个竞争力 那跟客户的关系都维持一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关系 那然后持续的努力开发新的business 那在这个整个的产品线方面来讲的话 那无线通信方面 那我们仍然focus在高精准定位的这些天线 那我想这方面 目前有一些计划 在不管是在日本的客户 在中国大陆的客户 甚至于在欧洲等等 我们都全力在推广当中 那也有一些进展 然后另外在精密天线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 因为以前可能focus在一些TWS无线耳机方面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个的产品应用端的多样性 那我们也在做更加的努力 那未来希望在这边都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个成长 然后在这个 未来的布局在天线方面 在技术方面的提升 包括低轨道卫星 5Gmm wave等等 这个跟公益院的合作计划 持续进行当中 那这个以前也报告过 那我们现在目前 4×4的这个 这个的那个天线的array 正列天线的array 那已经开发出来了 那接下来会往比较大的尺寸 就是4×4变成8×8到32×32 这个entanaarray 那模组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然后在这个 我们在压电超音波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的focus的主轴 仍然是我想以前有稍微提过了 包括智慧水中浮标 这个level sensor 就是意味传感器 还有flow meter 他们所需要用的这些压电的这些新产品 那我们基本上都持续的在做design in 持续的在做这个产品的开发 那以上大概简单的报告一下 我们目前整个公司的营运的一个情形 那接下来这一页大概就是 由我这边来跟各位简单报告一下 今天董事会的几个重要议案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 112年第三季的财务报表 那我们今天董事会同时也通过了 我们越南子公司的一个投资案 那今天董事会里面还有三个人事案的一个案子 第一个是我们推举我们的副董事长 就我们现在李总这边 就我们董事这边一次推举他为副董事长 那现在第四案的部分的话是 包含总经理这边晋升 晋升成策略长跟晋升副董事长 那第五案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总经理一个晋升案 那同时在今天的董事会里面都已经做决议通过 那我们会后也会做在公开资讯观察站上面 做相对应的公告的一些作业 可以相报告 谢谢公司的说明 谢谢公司的听众 ID rhythm